下一位有请王贷 各位朋友 这几天从纽约到华盛顿参加了 合级场小波的追悼会 我想今天应该是最后一场是跟小波 本站的告别 到一个段落的时候 那么 其实我想谈的是我跟小波身上学到说的 当然我们在 悼念小波的时候 围绕小波的精神也才有很多的讨论 包括 中国未来发展是 要和平 以性非暴力 还是要做暴力的 包括这个 我有没有敌人这样的讨论 可是作为小波的朋友 我真的很不希望 小波的精神遗产 被这样的争论 完全遮盖出来 因为我觉得在小波留给我们的精神遗产中 还有两个 非常非常重要的东西 愿意在这里跟大家分享 也是 小波老师作为 一个老师能够给我们这样的学生 我觉得带来的最大的 教诲 一个就是 勇气 我们知道 小波是在89年 他完全可以在纽约 在海外来支援 但是他依然地返回中国 那么一直到小波去世这些年 四次进监狱 小波从来没有畏惧过 我觉得一个 理想主义的运动 没有钱 没有签 没有人 靠的是什么 其实我们靠的就是一些精神的 人格的东西 勇气就是其中一个 我觉得这是小波留给我们的一个 非常大的精神遗产 反抗集权专制 我们需要这样的勇气 那么第二个 我觉得小波是 留给我们学生一辈的一个很大的精神遗产 就是坚持 小波从89年开始以后 到现在 28年来没有一天 放弃 一直到他 人生的最后一个阶段 不像我们看过人类历史上很多反抗集权 威权专制的这种例子 所有的这些 北大的斗士 都有一个很大的特点 就是坚持 不管看得到看不到 胜利的结果都要坚持下去 所以我觉得刘晓波留给我的 最大的一个教会 我认为他的精神遗产 就是有一种勇气 就叫做坚持 而且我觉得勇气和坚持 结合在一起 就是我们的希望存在 这是我个人的一点 感想和难 另外我觉得 当我们 从小波残死这件事上 可以看到 中国确实 在发生一些变化 我们也想不到 不像小波自己也没有想到 我们作为他的朋友 也完全没有想到 这样就可以藏入人道的 这种程度 就是人都已经被 再整死 他要把他错骨扬灰 洒入海洋 这种完全已经超乎 常性的那种疯狂行为 我觉得值得我们深思 我不认为共产党 是 真的就是一群 医学上的精神病患者 但他们做出来的事跟医学上的 精神病患者 几乎是一样的 他们是一个精致的 极权主义者 他们是有算计的精神病患者 那么这个算计 和这种精致是什么 这个才值得我们思考 我觉得一个政权如果真的对自己的制度 对自己的未来有信心的话 是干不出这个事 只有没有信心的 只有通过自己掌握的 准秘密的大量的情报 知道自己的政权 已经面临极大威胁 和挑战的一个政权 才会下这样的恒适 这样的例子 我想历史上也看到很多 我记得 习近平上台 之前的两年 2010年 我在台湾的 《苹果日报》上 是会编文章 编文章 内容不长 题目挺长 叫做黑暗的时代已经来临 黑暗的时代即将过去 我觉得非常非常的遗憾 就是我这篇文章的第1句 现在已经有念 但是我也觉得我非常非常的期待 我这篇文章的第2句 能够实现 我在这里呢特别呼吁小康刚才的 一个呼吁就是我也看到在场的一些年轻的朋友 年轻永远是 国家的未来 在小康 在小波 的事情出来以后我说到 原来我在台湾交的一个 陆生 学生的 白信 他说 看来真的是到了我们年轻一代 必须要站起来的时刻 我觉得不管中国共产党这个集团 能够带来怎样的经济上的发展 怎么怎样让人民的 也不是他们让 但是中国有些经济上的 变化和活力上的这种全大 所有这一切 都因为他们对小波的灭烧 使得中国在国际社会面前蒙羞 这个集团让我们中国人 在全世界的人民面前太低头了 我们这样的国家 是到了该结束这样一个正确的时刻 知道了该让中国改变的时刻 知道了该让中国做得更好的时刻 知道了年轻人该站起来的时刻 谢谢大家 诶 王大先生您好 我刚才讲了就是小波的勇气和坚持 那么因为他的死更能彰显出来 所以我觉得对我主要来说是个 精神上的更大的鼓励 那么具体的做法方面 刚才我也讲 我觉得 其实中国不能老靠我们 这一代代的人 你看随着时间 他遭受的迫害和逐渐失去 中国未来是在年轻人 所以也希望借助你们的媒体 希望能有很多年轻人听到 希望年轻人 看到小波这样为中国付出息事 能受到感动 能够站出来 不一定是多么激烈的事情 但是应该让中国变得更好 好 我们知道刘晓波先生 虽然说 已经去世了 但是 其实现在依旧有一些 民主斗士又兴盛而起 比如说现在 一直利用网络在 爆料的这个郭文贵先生 您对 他有什么样的评价 今天道念小波的场合 不适合他们别的问题 好的 好 谢谢您